叔叔和阿姨聊天 阿姨说 上天这时就眷顾着勤劳的女人 叔叔说 怎么想啊 阿姨说 昨天我帮你刷鞋来着 发现 你的鞋里居然藏着两百块钱 一阿姨带小弟弟去公园玩 小弟弟尿急便在一个角落 保安叔叔看见了 说 随地大小便 罚款五十 这时阿姨来了句 谁说小便 掏出来看看还不行吗 阿姨说 八零后不是怂了 不是怕了 是知道顾家了 这个年龄谈爱情已老 谈死太早 闲人家无聊 出去疯 怕吵 觉得累了 想消极一下 回头一看 善有老 下老小 不努力赚钱 死都太难 妈妈说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 其实古人早已了然 并设置了一个成语 叫机不可失 六一节日乐无穷 祝你烦恼能还童 学雷锋最光荣 红花之中我最红 爱学习最光荣 争得全班第一名 爱劳动最光荣 默默奉献不留名 祝全天下的儿童节日快乐